前面有居士讲 自然师父听你的开示数月 现在我对受者的理解是 决心现前必是感受的陈列 感受是深深眠眠 绵绵不断的相续延续着 我们才仿佛见到寿命的延续向 除非我们回到这些延续向的根源 我们的决体 在这个角度上面去看一切向 能慢慢拖延 因为这样慢慢体会到 确实决体的作用 师父我的方向是否是对 方向没错 受者向就是如此 你就在感觉到有个相续 就是受者向 但是刚刚跟你讲的二种根本 你在决心现前就是这种相续 有身就有面 有面就身中就是种种身 我们在一起果报没完之时 所以你在下一念灭处 你感觉到就下一念身 就仿佛寿命延续 事实上众生的寿命延续 这个受者向都是不断的插落生灭 你在前一念灭 下一念才身 我们抓的前一念灭 下一念才身 说我们叫长寿 但是你不知道长寿之中 你已经保寿生灭 就保在那边 保足生灭 你才有长寿想 才有长寿感 那是一起果报之中的相续 你讲的这个角度是对 但是一定要真正体会 如实正德才是真的 正德以后 你什么叫正德 就是刚刚讲的 你在一切种种前程分别中 你能看到权性 你一处前程有分别性 你眼前再看到一切受者向 那个你才是超越一切受者向的 根本的大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rit open 进 blue 跑 ai应该 我也有激活